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台湾小姐其实已经蛮熟悉了 因为你已经举行了十多年了 今年是第十四届 十四届 哇 那这十多年来 那你投注的心血也很多 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举办这个台湾小姐这样子的活动呢 我们是希望借由这个组织这些年轻朋友们 能够帮忙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同时我们也让他们能够借这个机会增进自己 然后将来比较很多的人才可以培养出来 对 培养出来 那Charlene 你当初是不是也是这种想法 你才会想去报名参加 怎么会当初会想要想说 嗯 我要当这个台湾小姐 对 我有很多朋友以前参加过这个世界台湾小姐选美 说他们很有这个很有意义 一直推荐我来参加 所以我来网站看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我想要更学台湾的历史和文化和一起帮助社会 服务社会 对 因为要当这个选美皇后啊 其实不是只是漂漂亮亮就可以 不管是谈吐啊 仪态啊 都要有一定的标准 对不对 那Charlene 你从参加到后来被选上了这个皇后 你中间过程你学到了什么 跟你参赛之前跟你参赛之后 你觉得你有没有改变 我觉得这个参加了以后 这个帮我很多 因为我增加了我的表达能力 和我的我其他我讲话的能力也改变了 然后我们所有的台湾小姐 我们都被很好的学校录取 我被12所名校录取 包括Dartmouth 达茂斯 就是Northwestern 西北大学和 USC南加大 那你决定要去哪一家了吗 有 我决定要上USC南加大 因为有个全儿奖学级 哇 那这真的很棒耶 那你父亲很开心 对 那你将来想要做什么呢 哪方面专科 我是要读会计和心理学 哇 你想要Double Major 对 对 会计跟心理学 这两个其实是 一个是完全理性就是数字 一个是心理学 那真的很厉害耶 恭喜恭喜 谢谢 那么我相信这个台湾小姐的经历 也让你可以从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更了解自己对不对 那Jack我们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了解一下 那如果现在像我们在电视前面看到的观众看到Charlene这样子 就说我也希望能成为像Charlene那样子 那报名的资格呢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是 报名的资格是要有十六分之一或以上的台湾血统 台湾血统呢 当然包括台湾的四大族群 四大族群 四大族群第一个是原住民 第二个是所谓辅老人 第三个是所谓的外省人 第四个是这不一定是特别秩序 是客家人 我客家人 太好了 太好了 很好啊 很好的对不对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是 这叫什么 这个一半一半的血统 你刚刚只要说叫有十六分之一就可以 对 所以我们有黎巴嫩血统 Romania 日本 很多很多 我们都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Embrace the culture 那你在当初比如说像Charlene他们来报名 这些年轻的女孩子来报名参加 到了参赛之后到结束当选 不管有没有当选 那你觉得他们这个改变的过程最大在哪里呢 最大就是他们更有自信 我们不是讲说他们没有自信 他从进来跟出去毕业了 OK 他们更有自信 自信就是美 这一点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经历 比如说有时候见 我们有见总统啊 州长啊 议长啊 市长啊 这些 那很多的场面 大场面他们都看到 Charlene我相信如果说像你今天这样穿这样子 然后带你的后冠出门 一定很多小女孩看到你 你就会说 哎呀那个姐姐好漂亮 我也要当这个选美皇后 那当然啦 这些小朋友还很小 那可能父母亲会帮他们做决定 但如果说像你跟你同龄的朋友们问你 就是说我该不该参加这个台湾小姐的这个选美呢 你会怎么告诉他们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参加这个世界台湾小姐选美 因为这个对你一生来会很大的帮助 你又会学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会跟很多其他的女孩子交朋友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那个选美是很多人在打架的 但是 女孩子会吃醋啦 什么的 对但是我跟其他的选美女孩子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嗯 其实我觉得这更争广见嘛 然后大家更有自信也更成熟 所以这样今天非常感谢你带来一个这么好的活动啊 也是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呢 在这个6月28号之前就要报名 对不对 最好今天就报名 马上来报名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又可以产生更多这个美丽的选美皇后唱唱的一样 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玩 谢谢你 OK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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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